众所周知,因为是朋友爱自播出以来就话题不断,热度与口碑持续走高 嘉宾阵容是来自香港的荣祖儿和Twins姐妹花,人美又有趣 首战旅途就迎来了惊喜现身的老友谢霆锋 谢霆锋在小岛与他们相会,四人一起开启一场有趣的旅途 在第二期中,谢霆锋和关志斌也是与好友们,也是畅谈在一起的成长过程,让人越听越上头 而相比原来酷炫的舞台上的歌手谢霆锋,如今的大厨谢霆锋显得更调皮 荣祖儿吃饭的时候,将下线放进谢霆锋的盘子,直接惊呆众人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风歌无语了 可以说年轻时的谢霆锋,过于有性格,网友对他印象都不好 不过,岁月把谢霆锋给治好了 近日,荣祖儿在采访时,他表示 因为是朋友爱闺蜜间的旅行就是会有意无意的爆料小秘密 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师兄谢霆锋,太优秀的宝藏男孩 他是新二代,本可以平年直出道,但就是靠自己的实力,让人刮目相看 也就是他能赢得王妃欢欣的原因 如今的谢霆锋也是经常给我们透露一些他和王妃相处的甜蜜细节 哈哈哈哈,接下来,荣祖儿话锋一转 上次录完节目,谢霆锋还向我炫耀王妃性格很安静 还说作为兄弟的我,应该多学习 但是被Twins直接拒绝了 Twins他们说,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除非谢霆锋把王妃也请来朋友呀 阿娇甚至说,嫂子来了她也给打伞 哈哈哈哈,Twins的反应,让人笑掉大牙 不可否认,因为是朋友啊 这档节目处处是惊喜 三个大女孩的旅途,真的让人十分期待 当然阿娇经历了诸多坎坷 如今希望在好友的陪伴下,可以让阿娇幸福快乐